您好,这里是八百温馨家族八百开讲 今天要说的是麦麦家的事 伊斯兰叫圣地,麦家旁边是红海 之所以叫红海,乃是由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 并不是因为海洋是红色而得名 不过偶尔也会因季节性的出现大片藻类而呈现红色 所以最近圣地麦家出现的红河是不是也是必然 8月中旬,农历鬼月期间,爱河曾发生三天三浮湿的意外 最近又发生24小时内两起利弊事件 再加上爱河河水的变色,呈现如铁锈般的红褐色 引起民众担忧 担心是否又有托牌废水的情况 不过,高雄市环保局表示 经采集水样以显微镜观察 发现是水中饮藻大量繁殖的结果 才导致河水变色 研判因是近日高雄地区天气不稳定 常有间歇性降雨造成河道扰动 即非典原营养盐流入 再加上日照充足 致使发生藻类增生现象 如此说来 圣地卖家有条红河 好像也就说得过去 藻类繁殖了实属自然现象 只是刚巧碰上偶然 才让人觉得心里毛毛的罢了 怎么可能会有事 没事没事没事的 有事没事也要先看看市长是谁啊 如果市长是韩国瑜 爱河一旦变色 媒体政党便铺天盖地的一片指责 韩国瑜就是草包又不是暖男 不供暖怎么可能让藻类增生 如果河水变色 就一定是韩草包管理不善 放纵废水排河造成的 当市长换成了卖卖暖男 既然暖 暖到爱河也暖了 造成藻类增生 当然是必然的 怎么可能会有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的了 再说了 红色代表的是喜庆 这就是吉祥的征兆 你们看 杰西卡王与激进吉娃娃 不是都要在盛城的三民区参选了吗 三民区是全高雄市人口第二大的行政区 民定党桃圆市前市议员王浩宇 激进党的张柏阳 近日纷纷挂起了选举看板 王浩宇表态参选后就话题不断 新人来势汹汹激烈的选情 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再加上传闻日后 可能有机会聚首高雄的三Q哥 简直是喜上加喜啊 说完了喜事 再来说说意外事件吧 据报道 高雄市一名22岁林姓女子 下午四十许 在房间持枪 朝颈部及左胸各开一枪 女女的姐姐被枪响声吓醒 冲往妹妹的房间查看 经见他躺在床上的血泊中 身旁有手枪 子弹和弹壳散落一旁 便立刻报案 并将他送医急救 但人未能救回一命 警方说在现场 留有两封女女的遗书 分别对家人及亲密好友说抱歉 又说现场没有打透痕迹 与外力因素 研判铃女可能是投资失利 及感情因素而寻短 等等等等 我现在很乱 警方是说 警方意思是 暖男之下的盛城 枪支和子弹已经开放买卖了吗 枪支 庆祭 是不是连超商都有卖啊 要不然 怎么区区一位22岁的年轻女子 有办法伸出枪支来自尽 警方又能如此轻易地做出研判 虽然我们对于举枪自尽的过程感到极度质疑 什么人有办法先朝自己的左胸 或是警部先开一枪 然后再开枪打另一个地方 但盛城警方如此研判 一定出自于经验教训 那我们也没什么好多说的了 就等侦办结果吧 唉 希望会有吧 呜呼哀哉 关灯莫哀 获报 高雄男子地区 位于高南公路一带 晚上不明原因停电 许多驾驶人行经该处 不仅路灯不亮 连号子灯都停摆 整整条路 一片漆黑 台电货报后 派员前往巡查 初步统计 共4096户受影响 停电原因有待厘清 警方也陆续派员至路口 协助交通秩序 听说要打仗了 卖卖市长 应该是提前让盛城居民习惯 超前部署了 提到超前部署 前几天才刚在胸前挂上两个白十字架胸针 果然就出大事啊 一口气烧死46人 还国家元首 将双十国庆当伤事办 真是因为先知吗 盛城对问题的处理 果然有其一贯的原则 局面将责任 推给国民党政府 善款一捐数十亿 善男性你皆有得 装脚触边假巴巴 政治责任绝不负 卖卖不负众望 请出了含草包 迅速公布捐款账号 我只能用卖卖自己的话 城中城大伙 要死多少人 你才要负责啊 绿色是原谅 我知道 暖男的暖 爱和知道 红和的爱 卖家明了 至于政治责任 我是你爸爸 天黑请闭嘴